又过了一段时间,机场和地铁里的书摊上流行一本名为《发情》的小册子,竟然是那个同样无踪无影的女模特化名创作的。 书中淋漓尽致地描述了女模特与四十个不同阶层的男人们的床上隐私,社会影响力和历史价值较之金平梅毫不逊色。 那些被细致描述床上功夫的男人们,包括名记者、名山谷、名导演、名教师、名官员等等,张照作为名画家自然也在齐列。 小册子发行不到两周,张照在寓所里拉断了右手腕的动脉血管。 如今,孔寒一似乎还没有从巨大的悲痛中醒悟过来,虽然这件事情与他已经没有多大关系。 至今让孔寒一迷惑不解的是,张照为什么突然迷恋上了生意场? 倘若张照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艺术青年,倘若张照还是把与孔寒一的爱情视如生命,也许他就不至于落得这个下场了呢。 孔寒一还是心事重重的躺在藤椅上,胡乱的猜忌着,迎望着湛蓝色的天空,似乎仍不想说话。 孔天隐缓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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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学会向前看 别总是向后看 孔寒一侧过脸来 目光里充满感激的望着父亲 看到了父亲两鬓的白发 在孔寒一看来 孔天尹实在是个伟大的父亲 从来都是站在他的立场上和利益上 考虑所有的问题 从来都诚恳的聆听他 欣赏他 呵护他 纵容他 却又从来都不厌其烦的 尊尊教导他 他温柔的浅笑着 虽然有些勉强 可是却是坦诚的笑容 然后他若有所思的问道 爸爸 商人和艺术家 有什么不同 孔天尹始终温和的凝望着女儿 心里自然知道孔寒一是想到了张照自杀的事情 于是他认真地琢磨了片刻 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缓缓地说道 艺术家和商人都是研究人的 可是 艺术家为名 商人为力 那个年轻人 也许天生是个艺术家 所以 根本不能做商人 孔寒一仍是躺在藤椅上 侧着脸庞 体会着父亲说的话 过了一会儿 他突然平静地问了一个实在是尴尬难解的问题 如果 张照还是画家 只是个画家 您会真心地喜欢他吗 孔天尹慢慢地转过脸去 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说实在的 孔天尹并不喜欢张照 或者说 他不喜欢任何与生意无关的人 可是 他总不能告诉女儿 说自己不喜欢张照吧 那无疑就是否定了女儿以前的审美情趣了 他也总不能 违心地说自己喜欢张照吧 那样肯定会让孔寒一 对那个死去的画家念念不忘的 盘算了一小会儿 孔天尹折中地说道 凡是你喜欢的 爸爸都会喜欢 爸爸永远都支持你 孔寒一也转过脸去 凝望着天空 然后他用疑虑和无奈的语气继续问道 哥哥也会支持我吗 孔天尹敏感地望了孔寒一一眼 然后又迅速地转过脸去 端起桌子上的玻璃杯 慢慢地沉思着 并没有喝杯子里的冰水 然后他的语气有些沉重 缓缓缓地说道 他是你的哥哥 当然是会保护你 这一辈子都会保护你 爸爸向你保证 我死以后 你肯定也会终生幸福的 我向你保证 你相信爸爸吗 孔寒一礼貌地转过脸来 微笑地点了点头 又过了一会儿 孔寒一突然坐了起来 望着同样坐着的孔天尹 他的神色有些严肃 又有些尴尬 又有些迷茫 接着他就问了一个非常突兀的问题 而且语气也有些迫切 张召和我分手的事情 是哥哥在幕后指使的吗 孔天尹愕然地转过脸来 有些迷惑不解地望着女儿 漂亮清纯的脸庞 说实在的 孔天尹非常担心女儿 会谈论到他与孔元道的关系 他对这一对兄妹 寄托了截然不同的情感 孔元道是铁定的 天然的 不可抗拒的家族生意的接班人 而且必须顺利地 把伟大的家业传续下去 孔寒一则是天然的宠儿 不需要考虑任何与金钱 和世俗有关的事情 可是 孔天尹的这两个家庭的意愿之间 似乎开始有些冲突了 比如说 孔元道悄悄地拆散了 张召与孔寒一的爱情 又悄悄地让张召 间接地轮违天通的摇钱树 并且直至死亡 又悄悄地把哈伊曼拿到生意场上 作为作秀卖弄的工具 可是 孔元道也不是要刻意伤害孔寒一 也是要为了推动家族的伟大生意 也是与孔天尹的为商之道不相违背 如今 孔寒一竟然也在背后猜忌了孔元道 这真让孔天尹感觉到恶然 他宠爱的女儿的单纯心灵 怎么可能想得那么透彻呢 他是否从来都是对一切清楚明白了 却又藏匿在心底深处 孔天尹倒是该换个方式思考一下这些疑问 例如 伟大的投机家的女儿 经常与伟大的生意人聊天畅谈的姑娘 继承了伟大的生意人的智慧的年轻人 怎么可能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呢 不管怎样 孔天尹还是决定说个小小的谎言 怎么可能呢 原道是你哥哥 因此他永远都得爱护你 他怎么敢做出那种事情 怎么敢伤害你 相信爸爸 别再胡思乱想吧 孔寒一凝望着父亲 仔细的听他说完 然后他沉默不语 似乎在盘算什么 又过了片刻 他站了起来 走到父亲跟前 他似乎想哭 隐约有晶莹的泪水 在眼眶里打转 永远都不要流泪 凡事都可以解决 如果非要流泪 才能解决问题 那也得把眼泪流到自己的肚子里去 他深刻的铭记着父亲说过的那句教导 所以他还是没有流下眼泪 他慢慢地坐在了父亲的腿上 那是六十岁老人的坚强的双腿 也是走过无数风雨的双腿 他轻易地搂着父亲的脖子 轻轻地把头靠在父亲的肩膀上 他看到了小花园里的鲜花 闻到了淡淡的花香 体会了阳光的温暖 感受了清风的柔和 过了一会儿 他还是流下了眼泪 两个年轻人坐在哈伊曼餐厅的二楼咖啡吧里 只有他们两个客人 音乐舒缓 灯光柔和 邵政神色温和地望着孔寒衣 也许是望着他的脸庞 眼睛 耳唇 脖颈 头发 今晚可真是个求之不得的浪漫约会 他刻意地换上了灰白色的济凡膝盘男装 是那种他认为他会喜欢的休闲装饭 他满含深情地望着他 有点像孩子望着母亲 有点像仆人望着公主 或者又像上帝望着天使 让他感觉到吃惊的是 他换上了漂亮的 天然就适合他的身形的淡紫色长裙 这裙子可真是适合他呀 严格地说 所有剪裁得体的裙子都应该适合他 因为他的身体实在是太完美了 至少在他的眼睛里就是这样 对于一个很少穿裙子的姑娘来说 突然穿上漂亮得体的裙装 应该就是个好兆头 他温和地凝望着他 心里喜滋滋地想着 他可真算是不容易呀 这么多年来都滋滋不倦地追求他 从来也没有强迫过他 从来也没有松懈过 不过现在一切都好了 他至少开始接受他的邀约 而且他们的相处还算是友好愉快 孔寒一也非常平和地望着邵政 觉得这个年轻的商骨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他年轻英俊富有才华 生意蒸蒸日上 既有中国男人的儒雅中和 又有美国男人的幽默阳光 生活可真是奇怪呀 稍微换个角度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可悲的是 很少有人愿意变换角度看问题 他仍然是首先开口说话 事实上每次都是这样 听说你把那些话都毁掉了 真是可惜呀 我是说那些作品非常有价值 当然了 如果你愿意毁掉他们 那么就毁掉了 也没有什么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就像一个生意人放弃到手的金矿那样 充满遗憾 他浅浅地笑了笑 有些勉强 似乎压根就不想谈论这个话题 首先 他当然不喜欢谈论感情的伤疤 而且他知道邵政 是为了刻意迎合他 才去谈论会话 现在他不想让他那么为难 所以他还是把话题转到了 他最熟悉的生意上 听说你的公司在美国上市了 真是替你高兴啊 听到孔寒一谈论生意 尤其是谈论邵氏集团的生意 邵政自然是异常兴奋 所以还是美国的钱好赚吧 眼下生意人都挤破头的去美国上市 不过美国资本家可不是傻瓜 他们疯狂的购买中国的股票 慢慢的就控制了中国的生意命脉 上市还是有诱惑力 许多商人摇身一变 就登上富豪榜了 孔寒一倒是比以前要有耐心 似乎津津有味的 听着邵政侃侃而谈 这时候他竟然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又想到了自己的哥哥 他觉得邵政和他们都是不同类型的商人 因此他有些怀疑邵政的激情 外露张扬的性格 究竟能不能适应中国的生意圈 或者说邵政是否会被顽固中庸的 中国儒商文化彻底羁绊 于是他认真地问他 你真的喜欢经商吗 那当然了 我很喜欢创造财富 尤其是能够为你创造财富 邵政依然迷恋的凝望着孔寒一 语气甚至还有些顽事不公 邵政当然不知道孔寒一的真实意图 竟然是质疑他作为商人的素质 因此邵政的回答更加让孔寒一觉得 他还是个稚嫩的商人 你会是个好商人吗 他继续问他 只要你在我身边 只要有你在 我就是最好的商人 他并不太喜欢这种浮夸的言谈 觉得那丝毫也没有东方式的商人智慧 当然了 他不会把这种情绪表露在脸上 因为孔天吟早就教会他沉静泪脸的禀赋了 商人是讲究利益的 而不是情感 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语气竟然非常的平静 他甚至觉得不应该说出这句话 觉得这样实在是太直接了一些 于是他就顺势的端起了咖啡杯 也许喝咖啡的动作 稍微可以遮掩一下他的尴尬 邵政却依然灿烂的笑着 他的智慧的眼睛 乌黑的头发 洁白的牙齿 看上去都融化在笑容里 也许他是沉醉于孔寒衣的美丽面容里了 他没有用那种严肃的语气说话 仍然是疯趣的说道 你就是我最大的利益 也是我最大的情感 我太贪婪了 两个都想要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这一番讨巧 风趣却发自肺腑的话 并没有让孔寒衣觉得开心 相反他还是觉得难以接受这种美国方式的思维方法 或许是觉得这种思维方式不是足够的安全 尤其是在中国的生意圈子不是足够的安全 即便是这样 他还是给足了他面子 接着他的话说下去 贪婪是商人的天性 也是商人的天敌 每个商人都得小心谨慎 否则 贪婪就会首先疯狂的成全他们 然后再用同样的方式打爱他们 邵政满脸惊讶地望着眼前清纯动人的姑娘 望着他清澈明亮的眼睛 心底涌出一股难以名状的快感 他早就知道孔寒衣是个聪明智慧的姑娘 可是没有料想他对生意场上的是非礼道 揣摩得如此清楚透彻 这可真是如了他的愿望了 因为他实在是喜欢美丽善良 又聪明智慧的姑娘 于是他也开始严肃认真的 跟他谈论生意场上的是非恩怨了 这个晚上他们交流的还算愉快 似乎没有觉得生意场是个多么沉重的话题 事情的进展比所有人预料的都要快一些 也比所有人预料的都要简单一些 高利民还没有熬到夏天需要避暑的季节 就轻刻之间人仰马翻了 他与那个中年女歌星在那个海边别墅里 最后疯狂了一个晚上以后 次日就被双规了 政府还没有等到他在规定的时间交代问题的时候 高利民就在规定的地点突然意外的脑溢血爆死了 那个中年女歌星也立刻被禁眼了 然后她的家庭也支离破碎 即便如此 女歌星也不需要为生活发愁 据说有几家演出公司打算和她悄悄的签约 在私下的场合走学演出 或许还可以设法到国外去寻回演出 当然了 演出公司并不是对她所唱的音乐感兴趣 也不是对她已经松松滑滑的胸脖和屁股感兴趣 而是对于她和高利民的隐私机密感兴趣 这是个朴素的道理 所有让人感兴趣的东西都可以做成大生意 然后 邵光源也是在许多政客和商股的惊讶艳羡中荣升了 顺利的取代了高利民的官位 由于邵光源幸运的赶上了国有企业的商股们 弃商从政的大潮流而成了宣传的典型 邵光源仕途荣升以后还不足两周的时间 邵政就突然与孔寒一结婚了 两个年轻人的婚礼简直比北城申办奥运会 南城建设F1赛车场 深圳与香港修建跨海大桥等等举国欢庆的活动还要隆重 天通集团所有的酒店全部住满了中国各地的贵宾 老朋友俱乐部装饰的如同帝国皇帝登基一样金碧辉煌 政客 商股 明星 大师 议员 小朋友 马蹄精 直升机 跑车 游艇 两种马 鸽子纷纷参加了奢靡的婚礼 他们忙碌了整整一天 直到晚上十点钟才回到了洞房 这是一栋被森林和鸟巢包围着的四层别墅 外形看上去像是一座古代中欧的青铜色的古堡 别墅的顶层特意地修建了椭圆形的透明顶层 四层大卧室里的墙壁上有青铜色的蜡烛台 散发淡淡香水味道的蜡烛把屋子照耀得舒适自然 半圆的月亮穿过树梢 透过透明的顶棚斜斜地照耀在卧室里 他们在宴会上已经喝了一些调制精美的鸡尾酒 孔寒衣不生酒力 甚至有些醉意了 所以他们走进卧室以后 他急不可耐地脱光自己的衣服 随意地丢在地毯上 一边脱衣服又一边搂着他的腰支 也慢慢地把他的衣服脱光了 事后他觉得不错 他们安静地躺在床上 什么也没有穿 这是邵政第一次看到孔寒衣 那么大胆 那么放得开 那么不受约束 他幸福极了 也有些迷惑 绝对没有想到 他在新婚夜晚 就当着他的面一丝不挂 孔寒衣坐了前 披上洁白色的绸缎睡衣 轻轻地下床 走到了窗户前面 窗外一轮明月 仍是弯弯地 滴滴地挂在空中 也像是挂在了树梢上 他也下了床 走过去 从后面温存地抱住他 双手还是轻柔地握住 他饱满的乳房 我要送你一份大礼 想知道是什么吗 孔寒衣幸福地笑着 回过头望着他 又摇摇头 他顺势低下头 在他顽皮的嘴唇上 轻轻吻了一下 邵氏集团 我们俩的生意 马上就要控股西部的一家石化公司 以后西部就会有我们的炼油厂和加油站 如果哈欣县石油输送网络开通了 我们的生意会做得更大 他说这些话时 依然优雅地像个绅士那样 不停地亲吻着他的头发 孔寒衣莫名惊讶 没有想到邵政说到的这笔大生意 竟然和孔元道谋划了近两年的石油生意 那么相似 为了能够成功地抢夺到西部的石油生意 孔元道可是担惊截律了 而且孔天吟也是全力以赴 谁能想到邵政会从IT的生意圈子 突然跑到石油领域分更呢 他在心里快速地紧张地盘算着 然后急促地问道 是收购沈州石油集团的石化公司吗 什么时候 邵政依然是温柔地搂着孔寒衣 右手从他滚烫的胸口处拿了出来 用指尖轻轻地挑逗他的脸庞脖子耳唇 然后他慢条思理地说道 就要谈完了 我父亲帮我大忙 不过现在还是生意机密 你可要乖乖地保密哦 谈完了这笔生意以后 我要你做邵政集团的董事长 我需要你来管着我 你真怎么样呢 孔寒衣内心矛盾极了 像是突然被挂在了悬崖半山腰的树上 一时不知道如何决断 闲耳一见 邵光元背叛了对孔元道的承诺 不仅不会帮助天空集团收购西部的石化公司 反而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笔利润滚滚的生意交给了邵氏集团 孔元道会怎么想呢 那个勇猛煽斗的年轻山谷已经付出那么多心血 就这样白白的丢失了一笔大生意吗 就这样被别人无情的愚弄了吗 你为什么把什么事情都告诉我 我父亲从来不跟我母亲谈生意上的事情 我会告诉你我的一切 告诉你所有的事情 这辈子都会这样 因为你是我的一切 孔寒衣慢慢地克制住了情绪 缓缓地转过身来 轻轻地搂住了邵政的脖子 他感受到了生命中最为巨大的压力 这位六十岁的老人 神态安详地坐在四合院的小八园里的摇椅上 他随意地翻阅着最新的报纸 习惯性地关注着生意场上的是是非非 政府大力地倡导要振兴东北 让一大批垂头丧气的东北商人眼睛一亮 或许觉得可以像西部大开发那样掀起一轮新的投机浪潮 说不定有人荣生富豪 又有人落入大牢 孔天尹还是留意了天通的生意 他的出色的接班人领导的天通家族 又在北城的郊外购买了一大片土地 据说是要开发一座古罗马风格的城堡 如今地产生意圈子里的山谷们崇尚造村 造城 造镇 虽然政府和银行的态度还是非常强硬 商股们照样还是大股翩翩的往前冲 政府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调查小组 分散到各个城市去清查非法占用土地的商人 结果收效甚为 反倒给贪污腐败的官员和擅长贿赂的高手们留了空子去钻 当然了也有那些愣头青和烂丹鼠被清查出来 轻刻间富翁变穷鬼 全然微风扫地 孔天尹不禁掘了掘嘴巴 又使劲地皱了皱眉头 接着他又看了看最新的富豪排行榜 又有一批新山谷展露头角了 有人在内蒙古挖金子变成了富翁 有人在中俄边境走私店变成了富翁 有人开了个让男女虚拟做爱的小网站变成了富翁 有人争夺埋在地下的电话线变成了富翁 有人靠着美国股票市场的庄家操控 也变成了纸上富翁 不管怎样 孔天尹都不会加入富豪吧 因为他实在不喜欢张扬 而且那些虚假的名分能有什么好处呢 靠势力赚钱的报纸还罗列了许多人羊马翻的商骨前辈 说祖国西部的金融大亨行将破产倒闭 北方的汽车大亨至今被美国政治庇护 南方的走私大亨即将被引渡回国受审 专门造村造镇的地产大亨被抓投入牢狱 匪生海内外的南城大亨身陷淋雨等等 报纸还装模作样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 其中有个落马的富翁不禁感慨自己的一生 并且对财富有了崭新的看法 说财富无非就有四个价值 先诱惑人们产生理想 再帮助人们实现理想 又迫使人们改变理想 最后让人们彻底泯灭理想 孔天隐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无奈的摇了摇头 坦白的说 孔天隐觉得那些时运不济的商骨都算得上是枭雄 可是为什么他们就那么不堪一击呢 他们辛苦创建的生意帝国为何如此难以传续呢 想到这里 孔天隐的嘴角不禁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 在孔天隐看来 生意年代就有两个字的要诀 一个字是骗 一个字是藏 骗是商骨们做生意的基础 藏是商骨们把生意做成的基础 这两个字的要诀缺一不可 然而那些落马的富翁虽然学会了骗的本领 却丝毫没有学会藏的本领 因此也就不小心的露出了马脚 反倒被深陷正着漩涡的政客们加以利用 可是孔天隐却丝毫也不用担忧自己的家族生意帝国 因为他被接班人储备了巨额的财富 然后他们可以不失时机的收购公司 再不失时机的卖掉公司 他的继承者都学会了三样重要的生意本领 其一是靠关系去赚钱 其二是靠面子去赚钱 其三是靠花钱去赚钱 因此孔天隐顽固的认为 他的家业能够完好的传续下去 想到这里 孔天隐就觉得舒心多了 顺便把报纸放在了摇椅旁边的竹藤茶几上 然后他有些疲倦地躺在了摇椅上 微微地闭着眼睛 让和煦的阳光照耀在脸上 平静地享受这清淡的日子带来的惬意 然而如此清闲的好日子并没有过上几天 孔天隐就意外地接到了来自美国的邮包 也是在这栋别墅的小花园里 他缓缓地打开了那个邮包 里面竟然是一个白色的包装盒 盒子上面写着的姓名是用汉字和英文同时书写的 林盒 孔天隐思绪翻腾 一瞬间他记忆的闸门一下子就拉开了 数十年前的生活和情感 如滔天洪水一样的席卷过来 差点让他无法站立 说实在的 孔天隐没有想到是林河寄来的礼物 以为是孔泽童 前一段时间 他跟孔泽童打了几次电话 却一直都没有接通 心想孔泽童大概又去了哪个海岛上度假了呢 他有气无力地坐在摇椅上 慢慢地平静自己的心绪 尽量让心脏不要跳得那么坏 努力地想着盒子里包装的会是什么礼物 慢慢地平静了心绪以后 他又连续地喝了几口水 然后他在摇椅上坐好了 迫切地打开了洁白色的精致的包装盒 里面放着的竟然是发黄陈旧的一幅画作 那是四十年前孔天隐为灵河亲手所画的阳光下的白荷花 画面已经有些模糊褪色了 可是画面中的小姑娘依然清晰可见 她的身形高挑丰满 她明亮的大眼睛如清澈的高原清泉 她的鹅蛋脸圆润而白皙 她安静地站在晨曦中的湖边 微微地仰起额头 凝望着远方 像是等待甜美的生活和希望 画面的右方是用毛笔小凯书写的那首诗句 你是漂亮的白荷花 安静地开放在清水源 你自由地伸展骄傲的花瓣 水路就展遍了蓝天 妖儿们在远处轻柔的盘旋 向你置以爱慕的晨安 喜欢你的孩子忧伤起来 悲伤已经让他夜夜不安 那却是对你最深切的想念 这个意志顽强的生理人 似乎有些崩溃了 瘦弱的大手也似乎无力拿起那幅画了 他的面容刹那间就憔悴了许多 身体重重地躺在了摇椅上 手里的话轻轻地滑落到摇椅旁边的 绿油油的草壁上 四十年 他似乎遗忘了一切 眼下时间却需要残酷地 把他的灵魂拽到四十年前 他怎么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呢 他又怎么可能控制时间呢 人生本来就是与时间博弈的游戏 年轻的时候畅想未来 年老的时候怀念过去 临终的时候希望时间停止 如今他的内心却是杂断的 瞬间过去瞬间未来 又瞬间停止不转 他就无力地躺在大摇椅上 忍受着时间带给他的痛苦 终于是杂断的游戏 终于是杂断的游戏 终于是杂断的游戏